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次我们讲到13之2 今天我们来谈呢 叫Multiple Multiple Comparison 好像在 那是在H0被拒绝了 H0如果被拒绝 那就是说 会不会没有全等 没有全等呢 到底是哪些等哪些不等 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是吧 想了解你说的K个不全等 我们想了解到底哪几个全等哪几个不等 最好的比较方法就是两个两个做比较 所以我们就是说 拿任何一个I跟任何一个J两个去做比较 受到拒绝 我们为了探索真相 为了探索真实 我们就两个两个做比较 所以这边有多少组必须去做比较的 这样 IJ的话呢 任何两个去做比较的话 你要比多少次 K选2 K次 像我们上次 想到 13-1的那个题目里头 我们看一下 557页 这个例子的数据是来自于13-1那个表 549页 那我们 我们说呢 这个题目啊 要比较三个生产方法 他们的平均单位生产量一不一样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F比值 F值出来了 557页最底下呢 这个ANOVA Table呢 我们算是一个F值出来 F值呢 高达9.18 PValue0.004 所以呢 这是非常 强力的一种 证据显示 跟H0呢 相违背 所以H0被拒绝了 H0被拒绝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 好 好 这个东西被拒 对不对 这时候呢 要怎么办 这时候呢 就三个假设检定 我们拿1跟2 检定一次 拿1跟3 2跟3 检定一次 2跟3 两个两个做比较 这一次 这个题目的K是等于3 两个两个做比较 要比较三次 3选2 可以先做3次 那两个两个做比较 同学都会啦 这个是我们在 在 第十章的题目 我们说呢 如果你要去比较 你要去比较呢 Mu1 等于不等于Mu2的时候 我们做的方法呢 你记得吗 我们说呢 把它相减 等于0 看它 看它相减是不是等于0 那看有没有办法得到呢 简定统计数 跟0相违背的这个事实 那简定统计数呢 是x18 x28 那我们大于 大于什么 大于0 加上 n1分之s1平方 n2分之s2平方 乘上z 2分之α 或者是 小于0减到它 这个 或这个成立的时候 则 拒绝 H0 是吧 我们在看第十章 大家都还记得了 上学习所学过的 你要检验两个母体的平均数 一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找的简定统计数 是x1 bar x2 bar 课本所用的简定统计数 都是 这些x bar相减了以后 把它给做 这个 做处理 把它标准化 我们前的标准化就是把 这个东西把它除过来 直接去跟z值做比较 这都我们上学习所学过了 还记得吧 那么 你不除 你不除就直接拿x1 bar-x2 bar 当简定统计数 去跟这个做比较 因为它的简定统计数 x1 bar-x2 bar 那么x1 bar是常态 x2 bar是常态 不管母体是不是常态 n够大我们可以让它是常态 所以两个是常态 常态 常态加减常态 还是常态 这个都上学习 我们同学应该是很熟悉的概念 那么它是常态 所以呢 它的平均数 这个x1 bar-x2 bar的期望值 是mu1-mu2 可是我们加了这个假设以后 我们说呢 mu1-mu2是等于0 假设它是0 当然学习为真的时候呢 x1 bar-x2 bar 它是坐落在了0 这个点上头 等于做3 那么它的变异数呢 大家知道的是 n1分之sigma1平方 加上n2分之sigma2平方 正在变异数 对不对 第十章 翻开一下我们上学期所学过的东西 如果你的统计学不能把过去的东西 跟现在的连结起来 那以前的东西啊 对你来讲呢 就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你只能够一味的就这样听下去了 半听半统的 在哪一张 第十张 第几页 444 444页的地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x1 bar-x2 bar 我们解一个α 把它切各一半 这是2分之α 这也是2分之α 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临界组 这两个临界值啊 一个就是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都是从0出发向右 向右移动这段距离 或者是向左移动这段距离 这是向左移动 这是向右移动 得到两个临界点出来 是吧 如果你的x1 bar-x2 bar的值 落在这个点以右 或者是落在这个点以左 那么一定是落入到拒绝区里头去了 对吧 还记得吗 记忆有没有开始慢慢回来了 穿越的时空慢慢回来 回来了没有 所以 如果落在这两个点以外的地区的话 我们说它是落入拒绝区里头 那当然就拒绝了 那我们讲到这个以后 事实上 这个还可以把它简化 知道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简化 我们先行假设了 我们说了 所有的母体都常态 变异数都相等 互相独立 三个基本假设 上礼拜我们讲了 对不对 变异数都相等 所以 Sigma1 平方 跟Sigma2平方 是同样的 所以它们不会区隔 所以两人应该是一样的 两人既然一样的话 那一样你把它提出来算 对不对 你把它提出来 这边也是一样 你把它提出来 就这样子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问题是Sigma2平方谁知道 Sigma2平方我们不知道 所以什么东西是Sigma2平方的无偏估值量 S平方 但是在这一章里头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当中Sigma2平方的无偏估值量 上礼拜我们提了 是不是可以有两个 当相重叠的时候 当相重叠的时候 所有的常态部分都相重叠的时候 我们说 也可以用MS1 也可以用MST 这两个都是无偏估值量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不重叠的时候 只有一个东西 才是无偏估值量 只有谁 只有MS1 是无偏估值量 对不对 所以保险起见 最好用的就是MS1 所以MS1是无偏估值量 因此呢 我们就拿MS1来取代它 好 那你拿了MS1 取代了S平方平方 你当它固估值量 你就不再叫自己了 它变成什么分布 变成T分布 T分布 T分布的自由度 跟取代者的 的这个自由度 是一样的 取代者是MS MS的自由度是多少 NT-K 变成这样 那么这两个呢 有点讨厌 欧巴整理一下 变成这样子 它大于大的 小于小的 何不把它变成 这个样子一来的话呢 就很方便的 我们特别进去 去计算它 并且呢 把它取名 叫LS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最小的显著 插距 最小显著插距是多少 算一下 把它当做一个 一个尺度 那么你每一次要检验的时候 你就拿两个X bar出来 相减一下 取它的绝对值 看来也会超过它 这边所讲的 都是以前我们学过的 开始有点不同的 是Sigma平方 相等 相等可以T出来 然后用MAC取代它 这个地方是开始 跟上一期所讲的地方 还是不一样 但是 小地方 没什么 MAC取代它以后 变成T了 上一期这个地方没有想 不是这种情形 对吧 然后你进一步把它整理成这个 那就是我们这一张里头的东西 这一张呢 你要先计算这个量 这个量叫LSD 然后拿两个 两个的 X bar相减 绝对值 去跟这个LSD去比较一下 就拿我们这个 这个题目来看 先同学看一下 我们在 549元那边 549月 我们不是说这三个生产方法都全部相等 平均生产量都相等 这个假设被拒绝了 被拒绝以后 我们想追查真实的情形是什么 我们就两个两个来做比较 所以第一个 检验它 检验它 看μ1等于没有做 检验方法 拿X1 bar跟X2 bar出来 好 现在这个题目 X1 bar是多少 X1 bar是多少 谁告诉我 谁告诉我 是不是62 你没看到 是不是62 X2 bar多少 26 66 X3 bar 56 52 然后 然后 我们就两个两个 现在是拿 第一个跟第二个 第一个X8是62 我们来看 62-66的绝对值 有没有大于 有没有大于 那个量 这个量算一下是多少 来 MSE算一下 MSE题目里头 都有了嘛 对不对 在哪边可以找到MSE 可以看到557的最底下 那个Nova table Nova table里头 哪个地方找出MSE啊 MSE是多少 MSE多少 28.3 对不对 48.33 会不会算 会算了吧 MSE 上一次我们也提过 要算的话 你看555页 SSE帮我们算了 然后呢 再去 处理它的自由度 SSE你知道我们课文 都习惯用这个方法 SSE 当时SSE怎么算吗 我们SSE不是说 这个是SSE 那我们上回也提过了 所以这个东西 黑色的框框里头的东西 是什么 是NJ-1乘上SJ平方 所以课本的算法是直接呢 去算NJ-1乘SJ平方 然后把所有的 在J 这个指标上 我全部都把它相加 这个就是 他所写的SSE的算式 所以你看13-11 在554页的13-11 那个式子 那个式子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现在所讲的 这个SSE 这个算式写起来比较简单 因为只有一个J 可是本质上SSE 它是有IUJ相加的 所以看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知道吧 好 那么刚刚我们提的 在这个题目 我们说MSE是28.33 28.33 让我们算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量要等多少呢 28.33 乘上 6 5还是6 25还是6 5 5分之1 5分之1 这样讲 对不对 开坑号 乘上T的 几个自由度 15-3 12个自由度 0.025 假设α是0.05的话 这个会不会查 12个自由度的T 砍掉的尾巴面积是0.025 会不会查 告诉我一下这个值是多少 2.179 对不对 好 2.179 去乘上这个量 所以LSD等于多少 7.335 好 LSD是7.335 好 这个LSD是固定的了 因为你看MSE这个题目来讲 28.33 定了 5 5就定了 然后T 也定了 7.335 现在我们来看 你第一个 62-66 绝对值 是4 4并没有大于7.335 所以不能够拒绝 Not Reject 不能拒绝那只有接受 那就是至少默认 OK 对 第二次 拿什么 拿1 1跟3 1跟3的话是62-52 绝对值 10 10那是大于7.335 所以呢 所以呢 拒绝 H0 不要拒绝 你刚才是拒绝 就是拒绝 对不对 好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μ2 μ2就是X2 然后X2 bar 66 去减呢 μ2跟μ3去减5 12 绝对值 66-52 多少 14 对不对 14呢是大于 7.335了 所以一样拒绝 所以啊 只有第一个 第一个不拒绝 第二跟第三都拒绝了 所以整理一下你发觉呢 你发觉 μ1 是等于μ2 但是μ1 不等于μ3 μ2 不等于μ3 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三个关系 其实就在告诉你是这样的关系 你看 1跟2是个小圈圈 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μ3在圈圈的外面 所以它跟你头的两个都不相等 情形是这样子 所以三个人啊 没有全等的情况下 你想了解真实的情形是如何的话呢 那就是两个两个做比较 两个两个做比较做很多次的比较 所以它呢叫multiple comparison 要多重比较 指的是pairwise comparison 这种comparison呢 是pairwise pairwise comparison pair就是一对一对的 一对一对的一种比较 两个两个做比较 两个做比较 另外的话所得到的结果 你探查了真实的三个人的关系 那你现在如果是100个人 你要做多少次啊 100个μ你要做多少次 100选2 100选2是50 多少 100乘以99除以2 50乘以99 4950 做4950次 是吧 那每一次呢 你当然用电脑做一下也跑出来了 每一次它做就是这样子 两个x bar 看哪两个x bar 那两个是相减 取决的值 去看LSDBB看 然后就记录起来 很多的关系就出来 最后你就可以了解 到底哪些是相等 哪些是不等的 就可以探索真实的信息 你之所以会做multiple comparison 的原因是因为 原来的h0被你拒绝了 原来h0说是全等的关系 全等的那个假设被你拒绝掉 如果你没有拒绝h0的话 你没有拒绝全等这个假设的话 ok的 你不需要做multiple comparison 你懂吗 如果都全等你干嘛 还要multiple comparison干嘛 所以会做multiple comparison 会做这个LSD的检验是因为 原来的全等的假设被你拒绝掉 所以你才有需要去做两个两个做比较 所以这一节呢就紧随在13-2这一节的后面 在13-13里头 他就谈这个概念 那么 同学可以看到564跟565页 那么 基本的写法是更加的全面的 你看他直接就是拿什么 直接就拿这个 直接拿mui跟muj 同学你们可能还不太熟悉mui跟muj相比较 因为你们念商的 你们这个不像自然组的 i就是di一个j是跟他不一样的dj一个 任何两个的意思 任何两个去比 两个相等 那这包括一切啦 包括所有的组合啦 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它改写成mui 去-muj 这边是dni dj nj nj 然后这边 xi bar xj bar ni1 nj1 是吧 所以你的lsd的应该是msc乘上这个东西 开根号 然后 xi bar 跟xj bar 两个去相 相解 所以如果你的NI跟NJ不一樣的話 你每一次LSD也不完全是一樣的 你發覺這個式子裡頭 你看每一次你拿刃兩個去比的時候 你的I跟J 你的N的兩個是要更調整的 你能發覺到 這個地方是跟著I而變的 它不會完全一樣 這個題目因為全部都是5啊 所以你的LSD是固定的 可是你如果你的NI跟NJ不一樣 好比說有個是6啦 有個是5啦 有個是8啦 有個是10啦 如果這樣的話 每一次你的NI跟NJ要update 要更新 這個式子就是同學們所看到的 565頁 565頁13至17那個地方所談的 好 13至17這邊所說的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那個概念 那麼這個算法是比較 變得比較簡單 而且很有 可以應用相當廣泛 你看 564頁那邊的Fishers LSD procedure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13至16跟13至17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寫法不一樣而已 那因為寫法不一樣 所以你做法根本就不一樣 那重點這一節裡頭呢 是13是17那個地方 以上所談有沒有問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 565頁最底下 如果你要談 muI-muJ的性愛區間 你要記不記得以前我們談 單獨一個mu的性愛區間 mu的confidence interval ci的confidence interval 就性愛區間 式子怎麼寫呢 x bar加減 根號n分之sigma z2分之2 這個大家都知道 mu1-mu2的性愛區間 x1bar-x2bar加減 加減它的標準物 它的標準物是 這個 n1分之sigma1平方 加上n2分之sigma2平方 乘上z分之2 一樣的概念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要自己寫啊 自己要寫要熟練啊 那現在是sigma都相等啊 所以一樣我可以把sigma 可以把它提出來 一樣整理之下呢 我可以一樣得到mse 是n1分之1 n1分之1 加n2分之1 那性愛平方被mse取代以後呢 你就不再是z了 是t了 nt-k 2分之α 這個變成m1-m2的性愛區間 那是m1-m2 那可不可以進一步 我寫成mui-mj di-dj mui-mj的性愛區間 是什麼 一樣的 就變成 xi bar 減 xj bar 加減 根號 msd 乘上 ni 分之 1 nj 分之 1 一樣 莫一樣的 乾脆把這個東西把它叫什麼 把它叫 lsd 就好了 所以式子就變成 xi bar 減 xj bar 加減 lsd 就是如同同學在 13-18 13-18 那個什麼樣的 565也就比較 13-18 那個設置做顯示 一樣的道理 還有一個東西要稍微講一下 你看 我們先前在比較 mu i 等於 mu j 的時候 在做這個假設檢定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 你再來看好嗎 換一個 1 2 照照同學一下 能夠了解 1 2 1 3 2 3 這個假設檢定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 頂多是 α 行意錯誤的機率 1-α是什麼意思 沒有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 α是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是 α 這個減定沒有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是 1-α 這個也是 1-α 這個也是 1-α 所以全部的假設檢定 三次當中 通通都沒有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是多少 第一個也沒有發生 第二個也沒有發生 第三個也沒有發生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如果我的 α是 0.05 的話 所以沒有發生的機率是 0.95 這也是 0.95 這也是 0.95 我每一個如果定形意錯誤的機率是 0.05 的話 每一個沒有發生形意錯誤的機率是 0.95 0.95乘以0.95乘以0.95乘以0.95是多少 0.95三四方是多少 0.8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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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75 0.8575 0.8579 0.8574 0.8574 這應該不會4才對 5乘以5乘以5 最後一定是5 0.8375 8573 5 75 857375 所以4時候5路變成大三四 好 所以 沒有發生行醫措施機率下降 對不對 如果每一個假設檢定 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05的話 那沒有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95 三次都沒有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857375 沒有人希望發生行醫措施啦 對不對 可是你看看沒有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8575 換句話說 三個 假設放在一起來考量的話 有發生行醫措施機率高達多少 多少 0.142725 所以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14 整個系統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14 有那麼高的發生行醫措施機率嗎 有那麼高 你任何一個假設檢定的系統 你可以允許發生行醫措施機率高達0.1 那這個機率太高了 可是沒辦法 因為你讓每一個單獨的假設檢定 發生行醫措施機率是0.05 那沒有發生是0.95 你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而且你這還只是三次 假設你現在是 你是 C次的話 假設你100個 檢定 那麼100個檢定這邊就變成0.95的100次方 你看這個值會越來越小 所以發生行醫措施機率越來越大 對不對 所以按理講這個式子應該是1-1-α的C次方 C次方 這個C是什麼 剛剛講過的 C是 C K選2 CK選2 我令它叫C 叫這個小C好了 1-α的C次方 1-1-1-2-1-你要這個值 如果定它是0.05 那這這樣資格有沒有辦法反推回去 α應該領得多少 我為什麼 定它是0.05 整個系統 發生行醫措施機率 令它為0.05 而不是讓個別的發生是0.05 個別發生如果是0.05的話 個別發生是0.05的話 那是 你看 1減掉0.05 剛剛不是這樣說嗎 1減掉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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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C的C四方 然後再從1扣掉 你看這個值多大 會越來越大 這個值會越來越大 不知道多少 所以導致整個系統 發生刑一錯的機率 非常的大 對不對 那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很簡單 我們不要讓每一個都0.05 我們讓整個系統 等於0.05 整個系統發生 刑一錯的機率是0.05的話 然後從這個事 反推回去 看有沒有辦法去決定 個別的每一個假設檢定 發生刑一錯的機率 應該是多少 那是反過頭來去算 那這邊是可以這樣算的啦 你為了要解決α是等於多少 1減α的C四方等於1減掉0.05 所以0.95 等於1減α的C四方 然後take logarithm 然後去求算α 我跟你講 α約略等於什麼 約略等於0.05的 除以C 把系統的整個的 刑一錯的機率 去分給C四 每一次分多少 大概是C分之0.05 約略近四 我們把0.05把它稱作 這樣好了 0.05如果在剛剛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剛剛是多少次啊 剛剛有三個 所以0.05除以3 應該是0.017 大概是這樣 剛剛這個例子不是有 我們有三個減定嗎 1跟2 2跟3 1跟3 全部有三次 所以剛剛那個例子啊 如果呢 我整個系統的α抓0.05 除以3的話 約略每一次發生 行一錯的機率 只能夠0.017 是吧 那我現在呢 課本是用說 α experiment wise 所以EW叫 experiment wise experiment wise就是 就整個實驗來講的話 犯實驗的 犯實驗的α 整個實驗系統的 行一錯的機率 如果是α subEW的話 那麼 我個別的每一次 假設檢定的 行一錯的機率 應該是多少呢 從這個式子 你去解它 用數字分析來講的話 約的就是 experiment wise的 行一錯的機率 去除以 看你有多少次 所以像剛剛那個 例子來講的話 整個系統的 行一錯的機率 如果是0.03 那你要除以3 所以個別的 行一錯的機率 只有0.017 這些都講在567頁 最上面的那個地方 為什麼講這個呢 你知道因為呢 如果我們做整個 假設檢定的時候 我們是好多個 好多個 pearwise comparison的 去做 兩個兩個的 假設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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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系統去做 你必須要顧及到 整個系統的 行一錯誤機率 而不能只是顧及到 個別的行一錯誤機率 個別的行一錯誤機率 如果你還是抓0.05的話 你整個系統的 發生行一錯誤機率 會非常的高 懂得意思嗎 會高到多少 高到你 很難想像的 會高到0.1 如果你吸更多的話 會高到0.2 那根本不是 我們一般的概念 所以這個地方 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注意哦 你整個去做的時候 你要控制的 應該是 系統的行一錯誤機率 然後去把它 反過頭來 去分到 每一個個別的 檢定裡頭 每一個應該分多少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分 它的行一錯誤機率 好 那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你alpha 如果定的非常的小 在0.017 alpha算蠻小的 你知道alpha如果小的話 你知道beta 就是會變大 發生行一錯誤的機率 跟發生行一錯誤的機率 這兩個的 减定 這兩個的機率 事實上 一般來講 是相反的 容易發生行一錯誤的人 容易犯行一錯誤的人 他一定 比較不容易犯行一錯誤 對不對 上學就講過了 為什麼 什麼樣的心態 容易犯行一錯誤 行一錯誤是什麼 拒絕不應該拒絕的 你誰都拒絕的 所以你犯行一錯誤的機率 非常高 很容易犯行一錯誤 這種人是什麼人 這種人是什麼人 通通都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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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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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不要 都不要 好嚴哦 是吧 容易犯行一錯誤的人 就是比較嚴格的 容易呢 容易把好的 不應該拒絕的 也都把它拒絕下去 這是行一錯誤 犯行一錯誤是什麼心態 行一錯誤是接受不應該接受的 所以你很nice 你很寬容 所以每個人說好好好 我都接受 都接受 都說 都說 所以呢 你有一些東西 你也不應該收了 所以什麼樣的心態 容易犯行一錯誤 寬容的 容易犯行一錯誤 能夠被騙 行一錯誤是 是 不應該講騙人 行一錯誤是什麼 是 嚴格 那行一錯誤是寬容 所以這樣來理解呢 你就 就會脫離那個術語 專業術語對你的束縛 你要了解 行一錯誤就是很嚴格的一種心態 行一錯誤是一種 寬容的一種心態 那你想想看 這邊是行一錯誤的機率很小 所以行一錯誤機率是不是就比較大 不太容易犯行一錯誤的人 當然就比較容易犯行一錯誤 不太容易犯行一錯誤 對不對 就比較容易犯行一錯誤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看 如果你把個別的 檢定 讓他的行一錯誤的機率呢 讓他變小 那可能會產生一些人不喜歡 因為你Alpha定太小 Beta會容易發生 Beta發生的話就是 就是不應該接受 你也接受了 太寬了 太寬的話 企業經營成本就升高了 對不對 我們先講到這邊 下課休息